这次的公投结果看得出来 像以前我们看到有些美国跟日本的这种 是不是在背后有这样他们的影子在 因为美国以前在台协会 在台北办事处来讲对台湾的政治是 基本上是不管什么事情 基本上都不碰的 包括连官员的吃饭也都是很安静的 从来不张扬 现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 几乎已经是参与过 我是觉得我感觉上 就我那么多年在台湾在媒体 已经参与国内政治 包括像前一阵子 因为凤梨的问题出口到大陆 受到限制之后 AIT的处长也出来站在第一线 买凤梨或是吃凤梨 甚至把凤梨摆在我看AIT门口都是 这一次来住的问题也是到美国 福岛和安善意识的公投没过关 日本好像也很关切台湾的这个 福岛和安 福岛和安核实的这个问题 这个日本的媒体的这个 驻台的机构的这个媒体人 每天我看 我从视讯上看到 每天上节目 在关切台湾的政治 你怎么看待美国 对对对 美国日本以前从来没有过 以前这个日本那么多媒体 只住在台湾 从来没有过像他那么样的 这样的所谓的公开化 也没有像AIT 你觉得怎么看待美国日本 在现在台湾选举那么样的关注 对台湾的参与度那么高 我会觉得当然因为现在 特别是对美国 从美国领头来 对美国而言 当然中国因素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现在跟中国 就算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强对抗 也算是一个冷对抗 很多人都一直在说竞争 但其实对抗性是非常 还是非常的强的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整体氛围上 就算不是个冷战 但它也是存在一个 很强的对抗性 而在这样对抗性 当然台湾其实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瘫头堡 那这凸显了什么 这凸显了民进党 其实的确有获得 美国跟日本的信任 那会认为说 它只要是民进党执政 其实至少在信任程度上面 美国跟日本是信任 民进党政府 是愿意出来 对抗中国大陆这个 但相对的可能国民党 如果执政的话 就算不是这个 马上就同一 或者是跟中国大陆妥协 可是他愿不愿意 承担这样的对抗性 显然不见得是 美国跟日本 现在所可以信任的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蓝军希望说 国民党希望到这个华府 也去成立办事处 能够多跟 多跟美国的官员交流 事实上这个国民党内部 就已经承认说 他们这几年 其实跟美国的沟通 其实相对而言是很少的 于是让这个美国 当美国的这个 过去这几年 整个氛围转变 这氛围不只是美国转变 其实跟中国大陆 也有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上台之后 其实也是这整个 氛围转变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 而在这样子的国际环境 改变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并没有得到 美国的信任 事实上这也是过去沟通的 管道已经不顺畅 但是民进党确实有获得 美国的信任 那这个信任是建立在 他愿意去对抗 那在现在对两大国 对抗的氛围之下 我觉得去多帮 民进党政府推一些 其实就变成 我们看到在每一次选举 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这样子的话 按照您的分析的话 这种所谓的反中啊抗中逆中啊 变成是一个主流 就是说任何执政党想在台湾 这个执政的话 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立场 才能够得到这些大国的事实 其实这当然这个大国的这个竞争 其实有的时候 虽然说不敢说说变就变 但其实他并不见得是 可能几年后几年前 其实都会有一些差别 那我觉得持续的沟通 还是必要的 你说国民党上台 真的会马上跟 跟这个中国大陆签订 所谓的和平协议 两边统一 我相信也不会 那如何去获得这个 这个大国的信任 那特别在这样子对抗的时期 我们常常会说 这个鹰派啊 鹰派有advantage 在美国也是鹰派有advantage 在台湾也是鹰派有advantage 在中国大陆也是鹰派有advantage 因为鹰派更能够取信于 取信于您跟取信于你的partner 那我觉得作为 国民党如果要作为鸽派 那他其实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沟通 然后让对方 让这个大国知道 你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这样或许会能够 比较取得信任 那当然 我不能说美国跟日本 其实试图去 去介入台湾的选举 这倒可能没有 但是他会不会愿意 多帮助现在的执政党 去推广 去扩张他的国际的影响力 或者是在抗中保台上面 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这个是美日大国 他们其实愿意乐见的 不过你提到这个美中台 现在都鹰派抬头的话 那如果说三方 三方都是鹰派抬头的话 这个你觉得对台海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当然这个就是要靠 这个政治人物的智慧了 那我所谓的这个鹰派 就是鹰派讲的话 大家会听得比较顺耳 特别是在这种对抗的时代 但是如果你听了这种鹰派的 这些论述太顺耳 而走极端的时候 这时候就可能差强中国 这个台海的情势 这个美方非常关切 这个我想这个余波士跟我看 跟我应该都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说现在台海局是美国 从来没有那么样关注过 台湾的情势 因为我们这过去是20几年来 30几年来 包括1995年台海危机 美国关心或是关心两岸 也派这个尼米兹号来 也是非常的这种 所谓的半公开化 不像现在啊 现在等于 现在大家等于 解放军跟美军已经非常公开化 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 能够持续多久 那为什么会这样持续下去 那持续多久到底对台湾 对两汉的和平 到底是好是坏 我不晓得 我倒是很想听听看您的见解 我觉得当然站在台湾的立场 台湾当然也是 其实这次我们回到 像这次公投的一个context 蔡英文一直很主打的 就是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可以去强打 跟中国大陆的对抗性 但是像这样子 这次公投 又不是中国叫我们买猪肉 是美国要我们买猪肉 于是他其实打的就是国际化 希望能够让台湾国际化 那当然让台湾国际化 国际参与是一块 让台海问题国际化 那更是这个民进党核心的 核心的一个战略 那对于台湾很多的民众而言 他们需不希望台海问题国际化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希望的 因为如果台海问题国际化 那至少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 美国跟日本有可能 比较有可能会处理保护 那我所以说现在 无论是总统大选时候 层级的这种 这种对抗性的论述 或者是像这次四个公投 民进党主打这四个公投的 其中关于莱猪 就是如果我们不进莱猪的话 我们其实走不出去 其实国际化跟抗中保台 这还是同一个大的这个 屋顶之下 同一个Umbrella之下的一些概念 台海问题国际化 其实就是对抗中国大陆 所以说我觉得至少在民进党 持续在铺陈这样的思维 本来是国民党其实到目前为止 就很难走出这样的论述 因为过去国民党的论述 可能跟这个中国大陆比较相近 中共比较相近的就是 两岸归两岸国际归国际 事实上我们的宪法也是这样子 我们才会有入委会 也才会有外交部的区别 但是目前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不只是所谓的抗中保台 这种硬对抗 但是在软的这一块 其实在战术上面 显然民进党也是比较占上风 那我刚刚提到当这样子的战 如果说一直往某一个方向移动 那这时候就要考量说 一直往那个方向移动 没有做任何的平衡的时候 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而这样子的风险 是不是领导人有评估过的 那这个其实就刚刚就想说 鹰派的话通常都很好听 但鹰派的话听久了 有没有可能会插枪走火 这个就靠需要领导人的智慧 那如果陈如您提到的 这个现在民进党政府 提到这四个不同意之后 可以跟国际接轨 那莱猪这个同意进口了 那是不是我们跟美国 美台之间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或者是台湾参与这个CPTPP 就有希望了 这个其实我当然觉得 还是很难说了 特别是像CPTPP 那个其实是很难说的 那至于美台的这个贸易协定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也不是有了进了 莱猪就可以 就可以 美台就会有贸易协定 这并不是有一银带来一果 而是进口莱猪是一个先决条件 有了这样子的条件之后 才有得去谈 至少这是民进党的一个论述 换句话说 我进口莱猪也不见得是一定要谈 它两者并不是必然的 它这两者并不是充分条件 这进口莱猪并不是这个美台 美台这个贸易协定的充分条件 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罢了 所以日后会怎么发展 当然我们希望说 美台贸易会有更紧密的交流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 莱猪进口之后 并不会对于这个台湾的食材 会有太大的困扰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寄望说 莱猪进口之后美台马上就会开始签 我觉得那可能也 那可能也稍微天真一些了 那民进党自己也都不敢讲这样 我们回到这个这次的四项公投 刚落幕的这四项公投 不管是莱猪的 或是核安的 核能安全启动 核安 或是说有关于这个公主绑大型 或是藻礁的问题 这四项公投反映 这个现在的民进党 目前来讲这次在选举来讲 按照刚才余波士的这个讲法 是比较占优势的 那这四项公投 不同一案 全部通过 全部都是不同一案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明年即将到的地方 县市长选举 会有什么样立即的影响 或者有没有因果关系 如果有的话会怎么样影响 然后对2024年台湾大选 又会有什么样影响 好 我觉得对于明年的 这个县市长影响 其实是有限 因为毕竟县市长 我至少我过去的研究都发现 县市长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现任者的表现 这绝对是 就现任者这个政党的表现 而目前的现任者 要追求连任 都是国民党来得多 而国民党的 目前的这些县市首长 其实他们的满意度 都还蛮高的 所以说全国线的议题 会不会真的烧到他们 其实是相对而言是有限的 因为当他们在追求连任的时候 绝对选民看的最多的 还是他们现任者的表现 这个中央的这个氛围 其实对他们的影响 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 而目前现任者 都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 民进党的现任者 反而是现任的 要进入open seat 不管是屏东也好 这个新竹市也好 所以说从这个选举的nature来看 本来国民党 其实还是有优势的 所以你说这个公投 会有造成多大的影响 我觉得倒还好 那不过这次公投 的确让绿营 有一个很好的练兵的机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透过这个公投 你还是看到 蔡英文不会提前博压 我们都说这个总统 这个在第二个任期的时候 大概是等到地方选举 也就是2022年11月选完之后 到了隔一 到了这个2024年1月 就要总统大选 所以通常县市长选完之后 下一任总统的这个候选人 其实就开始浮上台面了 总统就开始拨押了 那本来想说这次公投呢 如果民进党要是输的话 那蔡英文可能就要提前面临 这个权力上面的一个洗牌 但显然蔡英文现在 权力相对而言 还是相当稳固 然后透过这次的练兵 他也可以知道 到底谁是可战之兵 谁可能在地方的经营稍微弱 并没有把票吹出来 他还可以依此论功行赏 所以我觉得对于日后2024 特别是像立委选举 或者是2022 他们党内的提名 这是有影响的 可是对于最后的这个 2022的县市长选举 我认为影响还是有限的 就是县市长 他还是可以靠他自己的实力 能够打赢那场 打赢这个地方的选序 我是特别是指 蓝宁的这个候选人 现任者 那至于2024年 只要是总统大选 如果现在抗中保台的氛围 还是没有改变的话 那国民党这种纯对抗 地方的各种议题 都是采用纯对抗 而在两岸方面 没办法提出一个新的论述的话 我觉得到了2024年 就还是不乐观 换言之我会认为 这样子的公投 其实就是一个练兵的机会 对于后面两个选举 有没有很重大的影响 我觉得其实还好 其实并没有很重大的影响 但是对于短期而言 他的确稳固了蔡英文 现在的这个地位 也更弱化了现在朱立伦 在党内的地位 因为朱立伦本来上台 就是一个弱势的主席 他其实得票数 在三方选举的情况之下 才上任 他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的主席 让他现在更加弱化 对于党内的dynamic有影响 对于这两个党的 内部的这个是有影响 但对于2022跟2024年的选举 我觉得其实影响是有限的 你这边提到这个 对各自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这个dynamic 就是内部的这种 动能也好 或是说一些 彼此之间的较劲 可能会有影响 那如果这次的四项公投 这个等于是朱立伦 这次当然党主席以来 等于是一次的挫败 如果你把它当成挫败的话 他跟这个新北市长 和宇之间的竞争 会不会逐渐的抬面化 那蔡英文现在因为 藉由这四项公投的过关 他等于稳固他的权力基础 就如刚才你所提到的 会不会慢慢让他有更多权力来处理 赖清德或是郑文赛 或者是现在行政院长 苏贞昌之间的关系 先回来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当然是 因为其实他现在其实是权力相对 也是非常稳固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 以现在民进党的公职的提名办法 其实权力是掌握在他党主席手上的 所以说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绝对是 他还是站在一个制高点 那底下这些人要真的 其实还是需要看他的脸色 那这些其他的这些 下一次可能的人选 要再提前逼宫的可能性 其实非常小 至于国民党这一块 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一些了 到底朱立伦跟侯友宜之间的关系 然后侯友宜跟郑 跟这个国民党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会变相对 越来越棘手跟复杂 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 这个侯友宜2024年 要出来选总统才有可能 那当然朱立伦之所以去竞选 这个党主席 显然也是对于这个总统大位 是有想法的 那事实上蓝赢不只是这两位 赵兆康为什么要成立战斗蓝 他也是对于总统大位有想法的 那换句话说 这些对于总统大位有想法的 会不会在一个既定的游戏规则下面去走 这点反而绿营比较清楚 因为绿营现在反而还是蔡英文在主导 三个人在下面压子划水 但是裁判是谁 裁判是蔡英文 反而蓝赢没有任何的裁判 然后这三个权力之间的角力 会不会走出了游戏规则 这点其实反而 走出了游戏规则就是怎么样 可能造成党的分裂 造成党的路线有很明确的分歧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党分裂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某一个人又出走 那这种就是等于是走出了这样的游戏规则 那反而是反而是大家 蔡英的人可能很不希望很不希望看见的 你的专长是民调 如果从民调的观察 你现在长期观察这几位台湾政治人物 就民进党跟这个国民党之间内部而言 民进党现在出现的可能性谁比较高 是赖清德呢 副总统呢 还是说是苏贞昌 还是郑文燦 那国民党这边 如果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 朱一伦跟侯宇之外 还有赵涛光之外 郭泰铭还会不会有想法 那柯文哲现在无党籍或民众党 到底他跟蓝军合作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以现阶段来讲 他当然是希望能够抓到蓝的票 可是要合作究竟要怎么合 我觉得两边还要很多很多的磨合期 因为毕竟是两个政党 而且民众党他还是希望能够让他的这个政党 政党茁壮 所以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就回到了像当时的像国民党跟清明党 两个其实要合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 是不得不合起来 不然的话全部都是整个溃败的时候才会合起来 那相对而言 国民党跟民众党有没有走到那样的地步 我觉得会是两边会不会因为结合 或者进一步合作的关键 那至于其他的 包括像郭泰铭 到底会不会出来选 然后或者是赵少康 我觉得他们还是在看各种不同的形式 那这很难判断 至于民进党这一块 以目前来讲 其实赖清德还是民调是高一些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太容易 蛮不容易的副总统 很特别的一点是 大部分做了副总统之后 其实反而可能就声音都不见了 他是当了副总统之后 民调反而节节升高 他很能够把他摆在一个很适当的位置 让蔡英文又不会觉得被整天盲刺在背 而又可以让民进党的支持者 认为他是真的在帮民进党 所以赖清德的民调的确是节节升高 这也造成说原本大家认为说 郑文燦是太子 但是其实郑文燦 他现在面临的一个理由就是 如果明年桃圆输掉了 那他可能他竞选 2024年总统大位的门票 可能也没了 因为原本你执政8年的地方 结果你的Legacy并没有办法留下去 造成这个桃圆丢掉 那可能他就很难再继续跟赖清德抗衡 不过这个可能是要等到明年 我们才可以知晓的事情 苏正昌的距离有多大 我看他非常 我觉得 对但我觉得毕竟年纪大了些 虽然说有这个Joe Biden 做这个 前车 有这个凯模在这边 不过我觉得他的人气 其实就维持在现在这样的情况 要能够有太强的爆发力 并不容易 蓝军有没有可能在2024年之间 再出现之前的另外一个 所谓的韩国瑜这种强人 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之后 这次的可能性当然就是降低了很多了 那目前看起来 当然在20 事实上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 要有人可以去predict 韩国瑜可以拿下高雄市 那个我大概也是服了他 所以我至少在我身 对对没有人可以预想得到 那但是从目前来看 其实确实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迹象 县市长合并 为什么最近又被这个 辅助台面来讨论 那我想蔡英文好像非常注重这个事情 尤其这个新竹县市 还有嘉义县市 还有基隆到底要不要跟北北基 合并的问题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是不是整个县市合并 对整个民进党 2022年的这个地方选举 是有帮助的 那当然是 是绝对是这样子的 那县市和如果对他没帮助 他绝对不会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那当然是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让原本有可能就像新竹市好 虽然说林志坚做的蛮好的 可是他们并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很好的候选 不见得提得出一个很好的候选人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新竹县市合并 变成是林志坚再出来PK杨文心 也就是对上这个新竹县 两边其实会是很势均立地 如果有一个大新竹 新竹市跟新竹县 那两边的人口其实也是 也蛮相当的 那再加上客家籍 对上明南籍 其实是蛮势均立地的 我就以这个地方来讲 如果林志坚 如果没有林志坚 再派另外一个民进党 去选新竹市 他不见得可以维持的下来 可能被国民党拿回去 甚至与民众党派高红安出来 也很有得拼 所以民进党不见得可以 Secure新竹市 但如果新竹县市合并 他去抢这个大新竹 就很值得一拼的 所以当然他们绝对是有 他的选举的考量在背后 那这个嘉义县市 这个合并跟基隆的合并 为什么可能性向比较低一点 按照民进党的角度来讲 因为那个其实是 现在就是这些其他的地方 他的人口要达标 其实又差了更远了 新竹县市都已经 都已经差了一段距离 那更何况是其他的现实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另外一点是 譬如说像基隆 他如果去跟新北河 或者是跟台北河 他其实是完全占不到机会 他还不如摆在那个地方 让林佑昌出来选 那可能继续拿下去 基隆市的可能性还是大一些 所以民进党会有这样的讨论 我认为还是从选举的角度去考量 其实完全从政治的角度 对我最有利的事情我先做 其他比较不利的 就暂时搁在一旁 是 OK